吴佩茨三拍淮南 近照曝光度大螺螺色之仍戏6月21日 时尚博主悠然米拉 晒出于吴佩茨的合影 佩文称即将生产的三胎妈妈吴佩茨 是男baby 吴佩茨此前也正是三胎怀的是男宝宝 照片中 怀着三胎的吴佩茨穿着白色长裙 纤细十足 虽然度大如罗 但此之依旧纤细 在这之前 吴佩茨已经为男友介绍播生 吓了一对儿女 如今 她们的大女儿三岁 小儿子也有一岁多了 天度红颜 快女刘希君竟染上了 罕见疾病 如今连说话都困难 不知道大家是否对歌手刘希君 有过意思的了解 也许也会有很多人 对这个名字被感陌生 不过相信听过或者唱过 我很快乐这首歌的朋友们 肯定都知道她吧 她是一位典型的八十号女孩 也是客家人 生活在广东梅州一个很普通的家庭里 小时候的她就具有着很强大的歌唱天赋 所以后来就是怀揣着这份唱歌的梦想 终于如愿地考入 聊广州星海音乐学院 在2009年时 她还选择报名参加了湖南卫视 快乐女生一档选秀节目 并且还凭借着动人的歌声 和温婉的外表 博得了不少人对她的关注 不过比较可惜的是 刘希君最终还是以全国赛第五名的成绩告别舞台 后来便签约到了天鱼公司 公司一般都比较善于力捧新人 刚开始也给刘希君提供许多好的音乐资源 从当时发展的势头来看 刘希君的心图是非常可观的 可 事后来却没想到与人们预想的结果完全相反 当刘希君被打出一点小小的名气后 就不断有大大小小的黑料被爆出来了 不得不让人大跌眼镜 当然了 其中也不排除会有公司方面的恶意炒作 以达到一人备受关注的效果 毕竟作为关注的我们多多少少都是有些耳濡目染的 在2013年时网上就有发布于刘希君不雅照相关的各种标题 一时之间也是被广为流传 图片中只见该女子十分的裸露 对比刘希君的脸型和外形都有万分的相似 所以网友纷纷都认为那个人就是刘希君本人了 因此投向了很多对他的骂声和不好的评价 而也有部分网友始终力挺刘希君 还找出了图片中的人物 为其立正清白 原来照片中的那名女子是日本AV界的一位女星 虽然这一段风波算是平息了 但是对于刘希君的名誉也是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其次还有一段粉丝互掐的故事 记得当时是因为郭敬明指导的店 影响时代 其中所选用的主题曲时间 主语是源于欲可为的作品 可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刘希君的粉丝一时的误会 认为是自己爱斗的作品 积极地去留言支持 郭敬明指导的粉丝就不那么埋仗了 直接就倒起了一场私逼大战 两方谁也不让谁的互瞎 郭敬明指导的粉丝还大过没本事 就滚出娱乐圈这样的话 简直不能再强势了 后来刘希君所在的经纪公司 还不断强制地拿于浩鸣来与他吵CP 嗨 传出两人的恋情 却不料被拔提出 其实刘希君的男友 是另有其人的 顿时许多支持他的粉丝 都感觉到了被骗的滋味 对他也是开始粉转路人 出道不久就接连不断地出现黑料 直到后来在娱乐圈内 几乎都看不到有关刘希君的身影 网上都传他已经被封杀了 直至到了去年 刘希君才站了出来 向所有喜欢他的人 做出了一个交代 原来他并不是像大家说的那样 彻底被封杀了 而是因为自己得了一种 罕见的疾病 发生系统植物神经紊乱症 在这几年里 他不断地与病魔作斗争 连唱歌都发不了声 甚至是说话都非常的困难 这对于爱好唱歌的刘希君来说 无疑是一份莫大的打击 而他之所以患上这种疾病 很多因素都是来自于 工作上的种种压力 以及还背负着很多舆论上的压力 刘希君坦然自己的经历 说那个时候为了能够把自己的病治好 每天都在医院里奔波 尝试了各种中医西医 但 是病情依然还是不受控制 当时的他很沮丧 甚至想要放弃自己放弃所有的坚持 是他的家人不断鼓励支撑着他 不过老天还是会开眼界的 对这个女孩手下留了情 在积极的治疗下 刘希君的病情终于得到了好转 其实作为一名公众人物 难免都会受到一心舆论 或好的或坏的 想要在娱乐圈里面真正的立足下来 要不就要具备起一颗强大的内心 经得起大众的议论 要不就出人头地 拥有庞大 把粉丝团队 掌握舆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